好久馬來帶你關心2024立委選戰開跑 而一大早在松山慈惠堂這邊是很熱鬧 因為不管是藍綠要選松信的 還是要選港湖的都到場 那稍早其實台北市議員游淑慧 也隔空對林燕秀開槍 開槍他如果一開始就要選2024立委的話 為什麼還要在2022選議員來浪費一席呢 馬上來聽一下兩人怎麼說 我只問你一句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選2024呢 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事嗎 過去的三年我們都支持他直接選2024 你偏偏要回過頭來選一個議員 然後讓我們一席年輕的這個 本來可能的張煥玲 就遺憾的退黨了抗議 那你現在又說 其實我一直都在準備立委 那你不是把去年投給你的人徵孝 打得太激烈的話 很多不表態的選民 甚至影響到主動的民調 這是我們不樂意見到的 從最近幾區的初選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覺得一個良性的競爭 是必須的 那他是只要是公開透明 我們都正面的接受這樣的挑戰 讓他們相信來做選擇 好可以聽到面對游淑慧的指控 其實李燕秀是非常平和的回應 他說他尊重說每個人的說法 因此也尊重說每個人的生涯規劃 不過其實徐曉欣稍早到場的時候 也是隔空對費洪泰來開洪 因為其實明天就是兩人的初選民調開跑時間 徐曉欣預計要找來議長帶習親一起來掃街 而原定費洪泰原本也要出席 這場松山慈慧堂的活動 但是卻臨時缺席 徐曉欣就酸說應該是看到媒體在 所以才不敢來心肺大戰持續開打 以上就是現場掌握到的最新狀況